字幕提供 各位晚安 你看到這段影片 應該是香港時間大概 十點半左右 今天 我想講兩個引戰人物 一個叫楊振英 另一個叫做 楊振英好像說的 你知他是一個思綜魔人來的 我是第一代思綜魔人 我就是第二代思綜魔人 我本來是別人封我的 你知那幫黃毓民的走狗 經常都抹黑我 對不對 我曾經是 找法律手段 動某些小朋友 所以現在他們不會告真生 他們一定不會的 要是告真生就很危險 他們 後來梁振英 自願請英 第二任的思綜魔人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思綜魔人 講法律思綜魔人 梁振英在這裏 我怎麼敢認啊 思綜魔人 但是他推出了 然後他的子女 都沒有 對於一個研究英國國籍法的人 我就只會講一件事 梁振英 你首先要出事你的方RN 如果你不出事你的方RN 你說什麼都是假的 這是第一 好 好 你老婆 龍蝦 龍蝦的方RN 什麼時候發出的 有沒有人交代一下 你沒有方RN 你就說什麼都是假的 更不要說你的兒子 我想問梁振英 為什麼可以回倫敦 回得這麼爽的 究竟梁振英 Stay in UK 是用什麼身份的呢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因為 龍蝦是可以將他的英籍傳給 子女的 如果梁振英曾經有個英籍 他們出生的時候 你是英籍人士 或者你老婆是英籍人士 或者英國永久居民 本身就已經可以傳給英籍下去 嘛 是不是啊 你梁振英 你說什麼 你這麼喜歡告人誹謗 你這麼想兇人 我告訴你 這些是不能兇人的 你拿一份方RN出來 說清楚它 你拿不出方RN的話 你學人告人 你收屁啊你 我真的沒見過那些人 可以囂張到這個地步 我之前問你BNO那些 你夠不夠膽 剝對BNO 中國國籍那些 為什麼你梁振英 不敢服我機 這麼有趣 這條仆街 天天就在這裡 數夠蘋果日報 對不對 我覺得 現在這些人 做人 是有報應的 遲早 我知道你不相信這些 不要緊 日後 紐倫堡審判的時候 一定是首號人物 或者可能已經變成密索理理 大家知道密索理理是什麼下場 那些人 密索理理是 下場的自己看歷史書 這個 所以為什麼意大利是不需要很容易審判的原因 在這裡 同樣是俗心國 唯一不用戰犯法庭的就是意大利 原因就是因為意大利人自己搞定了 這些人 所以意大利人是教 但是意大利人有些事情都知道的 有些事情要自己搞定的 要自己動手的 好了 接著要講一個人 忍戰之王 林鄭月娥 他可以救僵話 我不怕你制裁 我不怕你制裁的 你出黑武那笨 那 你想怎樣 你真的想發 invitation 給西方列強 和平中國 你真的覺得 Joe Biden 真的會上台嗎 Joe Biden 會不會上台 我不知道 其實現在來美國總統選舉 為時常早 一日未過九月的民調 大家都不覺得是準的 因為可以變得很快 特朗普上屆的民調都不怕 大家都以為希拉利會當選 但結果突然當特朗普贏了 還有你郵寄選票的問題 郵寄選票如果大家害怕的話 特朗普的選民是有危機意識的 是很好看的 即是你選舉的舞弊 那些事情 因為大家 不相信 Joe Biden 是真心反映中國 即是如果你營造了這個人像 你會不會讓美國人 最後 最後一段時間 把票交給特朗普 所以特朗普 其實都是鷹派 老實說 真的是鷹派 是John Bolton Mite Popeye Pombeiro 這些人才是鷹派 那些是真的Hockish 但有一點 我覺得更重要 其實西方列強 不是很怕 這些拋漢頭的戰術 林鄭月娥 在英國做了這麼多刑官 在英國政府裡面 你應該知道 其實在西方政府 在西方國家來說 其實這種 拋漢頭的說法 你只會真是引戰 其實西方國家很清楚 他就會一路制裁 制裁到你變北韓為止 然後他就逼你 出來打 當年日本製就是這樣 還複製萬 日本製為什麼 最後要 要 要 偷襲珍珠說的 就是因為石油禁運 一個突然而來的石油禁運 令到日本人大失預算 他想著拿下拿了荷蘭 在引尼的油田 確保自己的石油供應 能夠繼續打下去 這個就是真是引戰行為 你現在沒事的 你現在可以囂張到 說這樣的 林鄭郭月娥 我覺得這種是一種撞膽 不是不好意思 其實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搞到西方月球 真的要出核彈 在你身上 我覺得 你 其實是沒有什麼好意外 西方月球 是真的會夠膽 直接出核彈 動你的 你猜不會嗎 第一 中國有核武國家 第二 就是 你中國已經超限戰行為 說真的 你已經去到周圍寄種子 給不同的國家 有可能是傳播一些病毒的 這個是biological attack 其實很多人都說 在武漢發現哪一種 是biological attack 當然有很多事情要繼續調查 但是 近來 用中國油證寄出來的種子 就一定不是很厲害的 如果這樣來說 沒有東西 那就一起一起引戰 林鄭月娥這麼囂張 我覺得第一 美國人不認識這套 美國人 Pombeau 那些人 你這樣兇他 說他就真的會動手 所以我相信 最後的結果就是 Pombeau 美國的制裁措施 即再落實 制裁名單 應該林鄭月娥全家 中了 你說用核武手段沒有問題 翻譯叫英文 那些人說 你真的打算用Ukraine weapon 那些人不會覺得有問題 I don't think so 如果你中國有可能 你覺得 你除非要Ukraine weapon 我不會屈服的 如果你真的說這句 真是 西方覺得 這個是中國的底線的話 我可以說 真是全世界積極準備熱戰 不是冷戰 是熱戰 這個真是光束主義 以前蘇聯澳 玩到古巴飛彈危機都好 有一件事蘇聯人 是很清楚的 核彈是用來嚇 但不能用的 OK 當時俄國澳有用到沙皇炸彈 沙皇炸彈是歷史上人類最大噸位的核武 好 還有一個瓦彈 現在是收藏的 在博物館 沙皇炸彈炸起來很厲害 那個在新地島那裏 因為那部一炸 差不多是 任為製造一個 強烈地震 新地島在北 近北極圈 一個很北的島嶼 近歐洲 很北的 基本上 除了我來做核武試驗 不知道有什麼沒什麼用 那些廢地 差不多是 如果是這樣 但是俄國人 蘇聯人 知道就是 核武不可以真的用 真的用的話 寸道不生 俄國人 人未攬炒到想玩 什麼 世界末日的地步 但是問題是 林鄭月娥說 這番話 真的有可能 顯示就是 中國除非原核武 否則不會改變 甚至暗示中國有可能 動用核武的話 這句話的後果很嚴重 這個可能的結果就是 西方未必立即 口中說會動用核武 但是 我相信 那些人會準備好 會用核武 這個問題 真的會認真研究 合平中國這件事 如果你說 日後 幾年後的世界 是中國 中國被核平 可能某個城市被核平 我想是一兩個城市被核平 中國就投降了 應該 因為中國沒有足夠的核反擊力 不同俄國 俄國有足夠的核反擊力 因為俄國有 跟美國差不多 技術水平的 ICBN 但是 而且俄國 跟 美國的位置 都不同 俄國可以的 用坎冊加半島 發射導彈 過去美國本土 相對容易 你不跟中國沒有距離 那麼遠 你中國就只能用核潛艇 但是你知中國的核潛艇 那些 那些 Noise Footprint 大到 我懷疑 他未發射核彈 已經被人擊沉了 中國的技術水平不夠 其實 如果你真的這樣說 中國會恐嚇用核武的話 他覺得核武才會 我聽你的話 我一個都不聽 這個情況之下 西方是很不同的 Joe Biden 沒有辦法繼續跟這個侵華政策 沒有的 任何的軍方 或者總統的幕僚 都只會給了一個建議 就是 積極準備任何 可能用核武的情況 會不會試射導彈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以現在美國的核打擊力 他要找一個中國城市來核平 絕對有辦法 而且如果在中國玩 說到這樣的 兼且武漢肺炎死了 這麼多人 就去到這麼多人失業 其實西方普遍來說 會支持 核平中國某個城市來教訓 來上還這個債務 我為什麼說到這麼準 好像 所以 德國很多城市的百貨公司 因為武漢肺炎要倒閉 這些工人 這些工會 在這裡求 暫時不要關門 呼籲那些顧客 簽名支持 這些百貨公司的員工 而且也希望這些百貨公司 能夠繼續保持 或者甚至政府拯救這些百貨公司 當然我覺得 在Work from Home 年代之後 其實百貨公司是歸底的 一定是要關門的 不用說 你只能夠協助 百貨公司的員工轉型 說真的 你想想這麼多基層 無緣無緣無故 就是因為 你一個武漢肺炎 而沒有了工作 而他知道這些病毒來自中國 你想想 如果你比賽 我假期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OK 工作又沒有 分足現人 身家都沒有 分足現命都沒有 我家人可能 可能有家人沒有命 你覺得這些人 不會贊成使用 武力在中國身上 不可能 這件事真的不可能 我覺得 很多人 中國人都覺得 是未知死的 我覺得 不會的 怎麼會 玩得這麼準 什麼什麼什麼 個個都這樣 問題是 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世界 不是這樣看的 林鄭如果說這句話 我覺得 這是反映北京的人 可能跟林鄭如果說 去準 我 嚇爆也不覺得 我懷疑他這句話 因為你知道我們 黃絲經常說的 那句話 我們不覺得 黑包也不覺得 我懷疑北京那幫人 受到東思效頻 跟吳鄭月娥說 黑包也不覺得 然後他自己就去出口 說 我黑包也不會變 這次就真眼炒 真眼炒 如果去到這些真眼炒的形勢 大家怎樣 你看到梁振英 到處亂發個私訊 都 林鄭月娥 這樣做事 梁振英發個私訊 我又不怕的 老實講 我一個人在德國 OK 你找德國的司法給我一拚 我自然不會理你 即是 你 林鄭月娥跟梁振英這樣的心理狀態 你們知道 習近平的心理狀態 應該是非常厲害的 難以示 如果這些人 全部都是 射到這樣的地步 即是 你現在已經去到 連燈濟說的 超光速主義 超量子主義 即是 他真的撞到 雨作大爆炸出來 喏 如果是這樣說 我的看法很簡單 第一 如果你要走 麻煩早點走 你這樣 你明知道英國給了政治庇護人 即羅冠聰 鄭文傑 這些人 你都要用國安法來通緝這些人 即是你擺明挑機 如果你中國擺明挑機的話 你知道他下一步一定就是 封鎖邊境的 下一步不出奇的 你不可以當這些人仍然 即是可以身份證出境那些 喂大哥 你和平太平城市 你講的就是對的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上面那幾個都 那麼正 我現在說 我用核武 我都不會 改變我自己的 喂 他講到這麼狂妄自大 那時候 你知道他的心理狀態 是什麼狀態 你覺得他應該是正常 你不是 你覺得他正常 我覺得你不正常 那時候 不行的 就是 如果那些人要走 我勸你早走 你看完LTR怎麼走 你早點走 當然 有些人等平權 我怕平權那天 他真的全面禁止出境 這班人真是crazy 這班人 他真的覺得 就是打就打 遲打不如早打 對不對 即是現在全世界都有一個 意識的就是 遲打不如早打 反正都要打 不如早點打 反正都要開片 不如早點開片 幹 幹 老實實 幹幹吹嘴 那真是全民開片 我相信大家對這個 就是開片 這件事 完全沒有太多的準備 但是我可以說 真的會開片 這個 即是一旦 開片大打出售 我覺得是不知道什麼世界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原本我應該是今天休息 我就會選擇星期六 星期六可能是預獄節目 whatever 去 或者星期日 但是我也懷疑 星期六和星期日 我究竟有沒有可能休息 就是這裡 因為你不知道林鄭月娥會縮到什麼地步 大家 你天天地加速 大家 喂 我現在7月31日 就是由7月1日到現在 你看看 這些新聞全部 天天都crazy 大哥 我沒見過 我沒有辦法 藏這些新聞 正常的新聞 我經常懷疑自己 我是不是住在精神時間房 現在是道日如年的意思 是調轉來說 不是覺得那件事很久 就是道日好像 每一天的發展 真的有餘一年 以往一年都沒有那麼快惡化 現在一天做完 你怎麼會這樣 你看看 去年 大家都是說 7、21 10天之後 都是說恐怖襲擊 有人用這個黑社會 我現在是直接去到 1939年彈札離機的夏天 現在我就覺得很像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 我真的很想去一次格旦斯克 為什麼呢 因為格旦斯克 就是當然的彈札 二次大戰就是那個爆發 希特拉和波蘭 一直是由1938年 去到 去到1939年 就是在彈雜問題的時候 一直都談不出 結果就開了片 現在很像 你這樣 去年 反送中 兩個太陽 現在我還未開始認真做Youtube 我真的被齊大哥搞到 要立心做Youtube 做多一點 那時候我沒有感覺要搞Youtube 你去到現在 我天天要做Youtube兩集 然後已經去到整件事 去到一個crazy的地步 你這樣玩下去 因為你已經變成一連僵局 所以你這樣說下去 是很危險的 現在的局勢 以林正月 我和楊正英的狀態告訴大家 就是整個中國已經是瘋了 所以你說 大家剩下多少時間 大家以為剩下多少時間 NO 我並不是這樣看 因為大家剩下的時間非常之少 輸我直言 你不是說 你剩下一年半載 不是那些 真的不是 不是 現在剩下的時間 我預計 其實是 這樣搞法不是很妥 現在剩下的時間 所以我的看法是 如果大家要走 就好走 因為 那些傻子會越趕越激 那些傻子 那些傻子會越來越瘋狂 最後會加速到什麼地步 而我都不會計 我都說 我都跟整個人說 我今天都不會知道 明天發生什麼事 因為你不會 預計到一個瘋子 我會下一步做什麼 就是 他拿著把刀弄這麼平 他可能從頭到尾都沒有斬過 但是也有可能 拿著把刀從頭斬到我腳 You never know 瘋子我的精神狀態 你是預測不到 如果你預測到瘋子我的精神狀態 那我就真的對你的精神狀態 要麼你是精神病的專家 要麼我對你的精神狀態有點擔心 我不會預測到瘋子我的精神狀態 所以 你說現在的局面是什麼 一個點的局面 我完全不看 林鄭月娥說這番話 說到合武 我覺得那不是一個笑話 那是一個北京認真想外界傳達的意志 而西方樂界也真的會認真考慮動武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不讓BNO出境的話 我可以說 你不讓BNO出境 就一定是去到動武那條紅線 我覺得中國比BNO出境也算 但是如果你說 惡意的大規模驅逐出境 就好像狂人阿猛那樣 或者 不讓BNO出境 或者是 讓人出境 還是不讓人搬出境 無論這個什麼行為 最後都是會開戰的 所以我勸那些NPF公司 包括HSBC 宏理 AI那些 你現在還擦中國 告訴你西方國家一定會制裁你這些公司 我也可以說 很多人會要求制裁你這些公司 你這些公司很險 我真的覺得是 祝你逐入仆街 今晚講到這裡